1、2、3、4 荧幕上显示自己录制的主语教材 台中大学师资培育中心 为推动原住民族语文化传承 带领学生从休息基础主语开始 进而开口表达的进阶学习 学校也在今年的大专院校 全国原住民族语文演说竞赛 安排郑佑珍、林嘉贤两位学生参赛 不负众望 各荣获排完及阿美语的双料亚军 我每次下课都会找老师 就是练五分钟、四分钟的主语 然后跟他聊天 自己也可以写日记 然后自己可以跟 就是假如传讯息也可以用 跟老师传讯息用排完语这样 就是可以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上 排完族的曾佑珍来自津峰乡嘉然部落 母亲是主语老师 从小就在主语的环境下成长 是台东大学积极培育的主语人才 这次的讲稿是由家族齐老指导 词汇与语法相当灵活 且有超高级族语能力认证的难度 张主语老师又一边可以传承文化 然后你在部落 你再可以教导小孩子 不论是族语 然后我们文化记忆的传承 台东大学表示 原住民族的语言逐渐流失 为了挽救并培育更多的族语人才 训练学生先从看图说话 再道自由表达 进而自主撰稿 每天勤奋不懈的练习打造深厚的基本功 也积极培养这两位学生 成为正式的主语教师 师培中心来办这个正规的那个师资培育 所以他在国中的地位 他的专业地位跟国文老师 跟英文老师是一样的 希望就是说我们这两位同学 我们尽所有能力来帮助他们 通过教师之二考取得教师证 实习半年之后取得教师证 台东大学师资培中心 怀抱着培育族语文师资生 就如同传承世界珍贵文化资产的信念 不断帮助师资生 挑战各类比赛 也频传捷报 期待透过积极的教学 改变台湾原住民族语 面临严重兵危的现况 原事新闻物举台东市采访报导 明镜与点点栏目